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高雄是一名秋姓男子不满妻子欲分手,竟传宋母试刀、空气枪等照片恫吓妻子,还前往妻子工作处所兴师问罪,连妻子的朋友,道场处理的王姓袁警都被秋南打伤,高雄地院一审将秋南一伤害等罪判处拘役119日,如一颗罚金以3000元折算一日,缓刑两年。 可上诉判决指出,秋姓男子与假女元系夫妻,今年1月23日两院离婚,秋南因不满假女与离婚而心生不满,去年8月19日从网络下载《杀鹰之枪》之图片后,并拍摄武士刀、空气枪照片,以LINE通讯软体传送图片给假女恫吓,使假女心生畏惧。 同年9月3日上午11时30分去,秋姓男又前往假女灵雅去正义路工作地点,两人爆发争吵,秋姓男竟强走假女的机车钥匙,并强行打开机车置物箱翻招假女之前包检查。 假女健壮,欲夺回钥匙时,遭钥匙划伤手腕,假女的友人健壮,要求秋南返还钥匙。 秋静挥拳欲攻击对方,反遭压制在地。 四警方或报道场,假女友人将秋南放开后,却遭秋南挥拳攻击并大伤亡性远警,案经被害人假女等人提告,高雄地院将秋南依恐吓,伤害等罪判处拘役119日,如一颗罚金以3000元折算一日,缓刑两年。 科上诉